嗨 命运好好玩 粉丝朋友还有谢山的朋友们 大家午安 大家好 欢迎收看开运十分钟一点你就通 我是玉佩老师 今天很开心也非常的荣幸来到直播单元 开运十分钟来跟大家聊一聊 今天老师要提醒大家所注意的事情 最重要现在就是要请大家记得 公开分享影片加按赞 然后呢追踪命运粉丝团 并且请起开通知的小铃铛 哎呀2020各位粉丝你们过得如何啊 我相信有好多人心里都不太 对2020年都不太舒服哦 真的2020年很不太平哦 你看哦 先来的是肺炎的肆虐 然后呢 坠机的事件 还有呢 有一些我们非常熟悉的公众人物相继的过世了 那最近这一年来呢 心血管的疾病引起了大家的重视 所以今天老师的开运十分钟呢 就是要提醒大家 根指年有哪些生肖要特别注意心血管的问题 那么有哪些生肖要特别注意意外的事件哦 那老师今天呢是从六十生肖来说 那一般人会认为说老师生肖不是只有十二个吗 不 生肖呢其实叫做六十生肖哦 大家都知道今年是庚子年嘛 那么庚子年的上一个叫做什么年呢 甲饼叫做戊子年哦 然后呢就是再来是饼子年再来是甲子年 当我们过了庚子年之后下一个老鼠十二年呢 它叫做任子年 所以我们每个生肖呢都有五个 那乘以十二个的话那就是六十个生肖了哦 那到底呢 哪几个生肖要特别注意心血管的问题 哪几个生肖呢要注意意外事故 大家赶快做做笔记哦 来我们来看哦 数码的朋友 但是呢并不是所有的数码的朋友都要小心啦 那老师特别这里呢 有点出四十三年跟五十五年的数码的朋友 因为码呢 它今年跟老鼠来讲 它本身就是相冲的 但是呢四十三年跟五十五年呢 它这个名字叫做天克地冲 也就是说天干相克地之相冲哦 那天克地冲的这两个生肖的码的朋友 你一定要注意心肺系统的问题哦 那如果说本身家族又有这方面的疾病 那你本身呢 也有这方面的一个疾病在 那么在未来的这个根子年 还剩下四个月当中 你一定要小心注意了 尤其是越到了东天心肺系统的疾病 它可以说是越昌绝哦 那什么叫做冲 什么叫做冲 其实冲呢 它本身就是一个不和 就是一个造反的意思 我就是要跟你战斗的意思 好 那另外一个呢是属老鼠的朋友哦 那属老鼠的经理一定都不好吗 不一定啦 老鼠的这么多 但是老师今天呢 锁定的是二十五年次跟四十九年次的朋友哦 这个年座态势哦 那也是因为呢受到天干的影响哦 那要特别注意什么呢 心血管的疾病 刚刚属马的朋友呢 是心肺系统就是心脏跟呼吸系统 但是呢 属老鼠的呢 要注意心血管 除了心脏之外呢 还有血压三高的问题 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 那么其中尤其是高血脂要小心 可能会有血管堵塞要去搭桥的现象哦 尤其呢是四十九年次的朋友哦 四十九年次的朋友 今年算起来也差不多走到六十岁了 那他算是一个大的关卡 那在今年庚子年的因素之下 如果说自己平常在饮食作息上面 又没有特别的很注意 那你的心血管会来跟你抗疫的哦 好我们再来看哦 要注意意外事故的是哪几个生肖哦 来 属兔的朋友 但是这个属兔的来讲呢 是二十八年次跟八十八年次的哦 这个叫做天蟹地形 要注意意外事故哦 我记得前几天好像发生了一个水难的事故 这个好像到那个进去去游泳 然后呢发生了水难有两个人上面了 那虽然不知道他们的生肖是什么了 但是哦 慢慢越到后面 因为天气热了嘛 大家可能对游泳这件事情呢 玩水这件事情呢 觉得他很很消暑 所以呢很喜欢去玩水 但是呢自己稍微一个不小心 有的时候不是禁区 而是呢你可能在水里面脚抽筋呢 也会造成意外事故 但是对于二十八跟八十八年次 二十八年次的年纪大了还好 但是啊要注意意外事故就是不小心跌倒 跌伤了头 在家里面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危机 那么八十八年次的话 小心哦 我们说行车走马三分险 你走在路上 你开车在路上 你不撞人 人家会来撞你 你伤到的大部分都是头部哦 那了解自己受伤的部位跟年次的时候 那么在未来这几个月当中 平到绷紧一点了 那么最后一个呢 要提醒大家就是六十八年次的羊 那这个叫做呢天蟹地亥哦 哦对了 老师刚才忘了解释什么叫做地形跟地亥了哦 我等一下再跟大家说明白 其实呢这个六十八年次的羊哦 要特别注意意外事故是造成四肢 手跟脚 手跟脚的这些 也就是说如果受伤的话 可能会伤在手 再不然叫做伤在脚上面 那这一受伤的话 就像老师之前 脚一受伤 整整一年的时间不量渔行 这是非常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哦 那在除了这四个生肖 马 鼠 兔 羊 还有把年词也告诉大家了 并不表示说其他生肖的朋友们就没有事 当然是希望你没事 但是呢我们自己还是要小心解释 因为有很多意外事故 都是来自于自己初心大意而造成的 其实接着马上就是民属乐到了哦 大家对于民属乐呢 心里可能都会有一种恐慌 总认为好像民属乐诸事不宜 其实在命理上面 对于民属乐来讲 并没有那么那么的 认为它这么的不好 其实民属乐它是属于民俗 而不是属于命理 在民属乐当中反而有很多好的日子 它真的不是那种诸事不宜的一个月份 这个真的是冤枉了民属乐哦 但是呢民属乐来讲呢 大家都知道要小心谨慎 老师认为有很多意外事故 无关于民属乐 而是自己初心大意不信邪 然后呢就是抱着一个侥幸的心 认为我不会那么衰吧 所以事情也就发生了 就好像老师刚刚讲的举例 举的那个例子哦 8月9号发生水难的 就是明明那边就是告诉你是很危险的地方 可是有的年轻人他认为自己是可以的 但是很不幸的事情就发生了 在民属乐当中真的是诸事不宜嘛 当然我们还是要小心谨慎 但是呢 不要把所有的意外全部都归咎于民属乐 如果民属乐他会讲话的话 他会跟大家抗议的哦 所以还是自己要小心一点 其实民属乐他是很容易就这么度过去的哦 那不晓得大家在农历七月哦 是不是真的就把自己的建筑了呢 我觉得倒不必啊 那你要游泳也是可以 你要爬山也是可以 但是了解先了解这个区块的他的安全状况 最重要呢也要了解自己在体能上面 健康上面是不是可以应付的过来 就是民属乐也就这么平安的就度过了 那在线上的有慧慧有私庭有人声有芽芽玉琳五美鬼天啊小梅 大家好大家好 谢谢你们今天收看老师的开运十分钟 那针对这个生肖的问题啊 除了老师刚刚提供的这一些呢 还有一些就是今年鼠老鼠的朋友哦 很快今年就要走过去了哦 那接下来呢就是牛年的开始 那牛的朋友一定不好吗 也不见得是不好啦 我觉得任何生肖在做开税的时候 没有好不好的问题 只要你自己小心谨慎 其实今年有很多鼠年在庚子年 这么不景气的状况下 他还是在事业上面有开支善业 还是有开花起火的人 当然也有人战战兢兢的 却因为自己不小心 然后呢做出了一些错误的决策 然后真正就所谓的认为自己 哎呀我运气好不好 是因为做开税而造成的哦 所以有很多事情 都是来自于自己的决策啦 其实最后呢老师啊有几句话 要跟大家来分享 是哪几句呢 来小编请给我一个 好 就是大家要注意健康 要定期注意健康检查 尤其呢 如果家亲朋好友当中 有人是独居的 平常呢就对他做一些关心哦 老师要跟大家分享的这句话就是 离成功的那一步之遥 往往是健康 可是呢成功后那唯一的遗憾呢 往往还是健康 也就是说你的成功与否 什么最重要 健康最重要 有了健康的身体 你才有成功的一个基础 健康没有了 其实谈什么都没有用哦 今天的开运十分钟 嗯我们时间掌控的 非常非常的好 下一次呢老师再来跟大家分享 六十星照当中 还有哪些事情 大家要注意的 我们拜拜咯 谢谢大家